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泡豬肉还要加那个红咖喱这样子 这个不是啊 不是我要吃那种啊 又不是我国人要吃那个打泡豬啊 打泡豬还要加红咖喱 或是打泡豬还要加番茄 我就很好闹 外面那个都是加雨浆或是花枝浆这样子 来很大我们都全下 我们纸巾才做了20份这样子 十斤下去了就20份 这一份都是半斤了 苏玛妮梦想能够毫无故技做料理 为了圆梦来台湾后她努力念书 考取厨师执照 也观察到台湾和泰国不同的饮食习惯 你们去吃面的时候觉得一碗面汤这么一点点而已 因为他们不大爱吃喝汤就是捞那个面吃 泰国人光是面而台湾人爱喝汤 苏玛妮为了上门的客人每天配香草包和汤头 这小小包的威力很大 威力很强 可是先把我们的鸡干净先冷冻起来加菌 然后还要煮酸辣汤的时候 我们就拿起来用 先烫一下加热汤 味道就出来 苏玛妮聊做菜 就和她的生活态度一样单纯化 就好好做一道菜 就是终于自己记忆 传承家乡妈妈的好味道